叶孝心里明白了什么,方才进府的时候便看见了垃圾里面有各种瓜果以及红烛还有礼炮,昨天若是什么好日子也就罢了,可昨天什么日子都不是,最有可能的就是王爷和王妃成亲了,两人原本扒杆子就打不着一块儿,现在成亲可是为了圆满两个人的爱情。 叶孝罗最近怎么样了? 她估计已经被叶国公吊在家里加法伺候了。 叶国公怎么会舍得把她吊起来加法伺候,如果要吊也该吊温王啊。 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,温王就音讯全无,现在叶皇后,叶家人以及段贵妃都在找她,她一早就打算做她的咸云野鹤,撇得一干二净。 只可惜,所有人都不会让她如愿。 这么说来,这温王是飞去叶孝罗不可了,那叶家的女儿就是未来的太子妃,那叶孝罗嫁给温王,太子的地位岂不是岂岂可危了? 她说到点子上了。 所以,我要处理的就是这件事,叶家不能再存在下去了。 两个人正说着话,前面突然跑过来一个小丫鬟,急匆匆地就来到两人面前,哆哆嗦嗦地。 王爷,叶三小姐说要见王妃,现在正在门口闹呢。 叶孝罗,真的是,说曹操,曹操就到了。 敢出去。 别啊,神家小姑娘,倾尽全力来找我,怎么能说不见就不见呢?我去会会她。 萧长哥说着,人已经起来,上她进来,我在内厅等她。 没想到叶孝罗的脚步很快,萧长哥还没走到内厅,就在府里的小桥流水处遇见了她。 叶三小姐大驾光临府上,不知有何指教,不如咱们去书房谈可好。 冥王妃,我是敬重你才这么叫你,我知道你和温王关系不错,你能不能告诉我她去了哪里,送我求你了好吗? 我说叶三小姐,你从哪里知道我和温王关系不错的?你找她做什么?如果被太子知道你这么关心她的兄弟,她心里会怎么想啊? 萧长哥的这个装算装得很不错,一句话就把关系撇得很清楚。 萧长哥,你是明知顾问吗?我诚心诚意地来问你温王的下落,你别跟我扯别的。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?叶三小姐。 你看看你现在还有一个大家闺秀的样子吗?你爹娘要是知道你为了一个男人这样,他们该有多么心寒呢? 他痛心疾首的样子,让叶萧罗心里平息不了怒火,更加的猛烈地燃烧着。 叶萧罗双手猛然抓住萧长哥身上一推,萧长哥一时没有来得及提防,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动手,自己的小腹被隐身生地压到栏杆之上。 叶萧罗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,清秀的眉眼里透着狠毒的光,飞快地来到了萧长哥的身前。 温然地伸手想要掐住他的脖子,他却利落地,一闪身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速度,从靴子里抽出了一把尖刀,抵在了叶萧罗的脖子上。 叶三小姐,看来你爹娘没有教你尊重长辈啊,你信不信我一刀下去,你不仅小命不保,我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。 这辈子,你就别想嫁给我,冰冷的刀尖,抵在叶萧罗的脖子上,这是他十几年来第一次被人这样威胁。 他生怕萧长哥一个不小心,他就会一命呜呼了,他的身子竟有一些不可抑制的发起抖来。 萧长哥,你不能杀我。 哦? 你若杀了我,我叶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 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我吗?你们叶家除了女儿有成为太子妃的权利,其他什么也没了吧? 你父亲不问世事,哥哥手上也无实权,说是没了你。 你说你们叶家还有什么仇吗? 他的话着实让叶萧罗一惊,叶萧罗这才明白了,原来自己除了成为太子妃,既没有其他的用途。 这个世界上,人若是没有了被利用的价值,活着也就是个累赘。 他心里煞是清凉一片,身子朝着萧长哥的刀锋又近了一份。 萧长哥一时来不及躲闪,看着他深深地被刀尖轻滑了一刀。 萧长哥见状,意识大惊,连忙地收了刀。 哼,你干什么? 他是来找我问温王的下落的,现在全京城似乎都在寻找温王。 他为什么会来找你问温王的下落? 你在怀疑我? 不是,我知道你不会。 一定是有人告诉叶萧罗,他才会来找你。 我们必须把这个人找出来。 那条红横刺得他双目发疼,无论是谁,只要敢伤害他的人,一定都不会放过。 既然做得出,就要承受这一定的代价。 生气了。 苍明爵挑眉看着他,他脸颊飞红,双眼威合。 煞时间,苍明爵像是克制不住似的吻上了他的唇,慢慢地吻住了。 萧长哥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间地吻下来,煞时间感觉自己肺里的空气都被掏空了。 双手拍打着他的背,两人的气息都有一些急促,苍明爵大手渐渐地俯上他的背,似乎是要将他啄若无骨的身躯都揽在自己的怀里,深深地融入进自己的骨血中,似乎怎么都爱不够。 金碧辉煌的宫殿内,一些人排排站在龙椅下,大臣们分立两侧,苍明爵缓缓缓地从门外走进来。 电影上所有人都看响了他,紧接着便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。 刺皇子的腿伤好了? 天哪,这怎么可能?脚筋被挑断了,竟然还能重新站起来?天下第一气吻呢。 到底是什么大夫,那么厉害? 到底是什么大夫,那么厉害? 真是天助我苍叶,有了此人,我们苍叶一定能威阳四海。 谁能想到,十年没有站起来过的苍明爵,有朝一日竟然站了起来,太子站在他对面,脸色很是不好看。 他们纷纷都感觉到了,苍明爵带给他们的威胁,以前他只是一个残废王爷,并没有什么得到皇上重用的机会,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。 明王,你的腿,谁治好的? 回复皇,儿臣的腿是长哥治好的。 萧长哥?早就知道他医术不凡,没想到竟真的能够治好这种病。 好,你们可都看到了,全天下的大夫都到明王的脸上和腿治不好了。 如今明王妃只凭一己之力就治好了明王的伤。 朕从今日起,要授予明王妃绝视神医的名号。 没想到这神医竟然就是明王妃,这下他安心了,至少有萧长哥陪在苍明爵的身边,比谁都好。 恭喜皇上,恭喜明王。 大家同喜。 如今他大病已好,谋略更生一筹,只生一人对考温王和太子,游刃有余,再也不是那个残废的明王。